Hello大家好,我是小贝,欢迎来到小贝理财 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最近美股屡创新高 尤其是科技股,以他们的赚钱能力来讲,现在算卖得超贵的 所以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到底我们现在是在重演2000年网路泡沫化 还是说科技股还有涨的空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跟2000年有什么相似或不同的地方 看看可以从历史学到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回顾1990年代左右,那时候最新潮的发展大概就是电脑跟网路了 不到十年的时间,拥有电脑的人口就成长超过一倍 所以电脑相关公司,尤其跟网路产业相关的在投资人眼中 每个都是未来的明日之星 再加上1997年美国的纳税人减税法案 让很多人手上都多了很多很多的资金 而且从1990年代中期时候,网路交易变得十分普及 等于说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网路上做股票交易 比早期要打电话交易方便太多了 所以产生了很多炒股新手,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尤其是科技股 基本上你的公司只要有个.com在后面,就不怕没有人投资 不过跟现在一样,那时候的科技股大都是无法获利的公司 而且除了股市以外,还有大量的创投基金投入了新创公司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数字真的会吓到 要知道那时候的购买价值大约是现在的1.5倍 意思是说那时候一块钱可以买的东西现在要花1.5块 所以1999年那阵子真的很多很多资金给了新创公司 当然,那阵子的股票回报率也不负众人所望 从1995年到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涨了400% 光是1999年就涨了85.6%,比今年还多,相当惊人 当然后来大家都知道,接下来的三年跌了78% 基本上把那五年涨得全跌光了 当然有很多.com公司也在那个时候关门大吉 好,那我们现在到底会不会重复历史呢? 现在和当初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呢? 我们先来讲几个相似的地方吧 首先,这几年因为无手续费交易功能的崛起 大量的人开始炒股炒齐全 很多是不读财报不管基本面的 甚至不懂公司股价和公司价值的关系 导致一些公司股价到了不可理喻的价位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未来产业 像是电动车或是新能源等等 举例来说,Fuel Cell Energy美股代号FCEL 也是小贝我自己投资最失败的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过去二三个月涨了2.5倍左右 当初我投资它也是因为看好干净能源 那时候我刚开始投资一两年 没有看财报的习惯 想说反正它已经跌得很惨 看pb ratio很划算又是未来产业 所以我就想慢慢买入 结果它一直配股融资,股价一直跌 后来我开始看财报之后才发现 原来它根本就是赔钱在卖的 毛利率是负的 也就是说它做出一个东西的成本 比它卖出去的价钱还高 我当下昏倒,只好停损出场 这大概是我买过唯一赔钱的公司股票 好,看到它最近大涨 我也再度了研究它一下 他们目前的毛利率还是负的 完全没有任何值得被炒高的理由 唯一的理由大概就是拜登当选 干净新能源被看好 但是投资者应该要选好公司投资啊 我是不知道他们未来有没有机会把成本降低 能不能开始有比较好的毛利率 但是以目前来讲 这个公司可以活下来的唯一原因 就是因为有人一直愿意去买他们的股票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一直配股融资 就连这样的公司都被炒高了 我觉得目前投机气味实在是太重 跟1999年可能不分上下 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 像是那些完全没有产品的电动车公司 或是刚上市的Doordash和Airbnb 他们的基本盘面并无法支撑目前的股价 除非他们能用上市的钱创造新的发展方向 不然未来哪有什么成长空间 好下一个跟90年代有点像的就是2017年的减税法案 跟1997年差不多 唯一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次主要减的是企业税 虽然有些公司拿了这笔钱做更多的发展 但大部分公司都拿去回购股票 回馈给股东们 当然这也反映在市场的股价上 这些都是跟1999年很像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相似点 当初雅虎被纳入SP500 跟现在Tesla纳入SP500超像 最大的特别大概就是 Jerry Young和David Philo 雅虎的创办人 可能没有Elon Musk的魅力 总而言之现在纳斯达克看起来好像跟1999年很像 那是不是代表他们有可能会大跌70%呢 目前我觉得有点难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和1999年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利率不一样 在2000年崩盘前利率高达5-6% 也就是说你把钱放在银行都会有还不错的利息 现在则不一样 联邦利率可以算是0% 也就是说借钱买东西包括买房子啊什么 基本上是不需要付利息的 另外一方面存钱基本上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通常你会希望你投资的回报率比存款多一点 毕竟是有风险的 2001年以前你投资的回报率需要高于7%左右才是大于存款 所以回报率小于10-20%大家宁可不要参与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概只需要2%回报率就比存款多了 所以相较来讲大家会比较愿意将钱放在股市里 今年联准会降息就有大笔的钱投入股市 再加上各国现在拼命的做出各种量化宽松的政策 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印钱 现金变成最糟糕的投资 虽然未来通膨可能会导致股市成长有限 但是现在投资股市怎么样都比留一堆现金被通膨吃掉的好 所以只要联准会一直量化宽松 各国一直印钞票 股市就很难大跌 当然美金会不会再跌就很难讲 总不可能一直印货币 它的价值却完全不受影响吧 不过如果全世界都在印货币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话说回来以投资的角度 虽然有很多公司股价在不合理夸张的高度 但是也有很多公司的股价是在合理的范围 等待我们细细的搜寻 而且我觉得市场也是有在固定的回调 不是全体一直很变态的涨 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跟1999年还是有差别的 我想现在重点还是要选优质的公司 在合理的价钱买入他们的股票 这样真的有什么危机的时候 才会有信心在继续加仓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目前对股市的态度吧 虽然我觉得我可能要有美股波动剧烈的心理准备 因为正常来讲美股整体应该是不可能直接飞上天的 毕竟今年美国国债赤字太多 要处理国债的方法大概就是加企业税和通膨 感觉拜登应该是会蛮想加企业税的 至于他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国会是掌握在谁的手中 如果真的增加企业税这绝对会影响企业整体的赚钱能力 而间接的影响股价 不过这目前不确定性还是蛮高的 所以不知道最后会怎样 那大家应该觉得通膨就是要选黄金和贵金属了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感觉他们应该是稳涨的 尤其是目前可能又有一批补助金要下来 然后联准会也声明会一直救经济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不确定他们可以像以前一样疯狂大涨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区块链数位货币的关系 以前的人想要买宝质的东西通常只有黄金跟货物 所以遇到危机或者是通货膨胀的时候 就会有大笔的资金投入黄金 黄金很自然的就会涨涨涨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和一些投资机构 把比特币当成黄金在持有 所以本来要流入贵金属的所谓保值钱 很有可能有一大部分会流进数位货币 而影响黄金的涨势 我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Ray Dalio 在推特上批判了一下比特币 因为那可能是主要让他黄金涨不上的原因 他的投资可是一大堆都是黄金啊 呵呵 好了啦 那上面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构成理财建议哦 这一篇还有很多肉体的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分享和按赞 看起小铃铛 在这边先祝大家佳节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咯